各位觀眾馬案 今天是星期六做一下總結 現在全世界最大獲得就是中東的和義 原本我們等了四十年 打算台灣要打仗 每個人都期望烏克蘭那邊搞完就到台灣 所以美國的勢力都在退出 美國的勢力 你看到阿富汗的走了 是吧 去年離開了阿富汗 不斷丟掉了東西 拿著茶茶 什麼都不去 不斷丟掉了就走了 連那個基地都很好 基地也很好的基地 那些基地也很好的基地 是他自己花了很多錢 阿富汗大謊話 他說過去的20年 不是10年 過去的就是由911開始 過去的20年花了幾多 近乎成80萬億美金 很厲害 所以現在美國那個所謂欠債 大概30多萬億 差不多有四分之一 就是夏富汗的花了 探戶到一頭頭 根本花什麼錢呢? 裡面是沒有什麼 急迫沒什麼發生 全部都是探戶 最後你看他這樣整批武器 9、8億美金的武器 不斷不愛 這樣很明顯 那裡大家有得分葬 所以美國原本呢 基本上呢 就已經退出了 退出了所謂中東了 想集中力量對付中共 因為中共是挺強的 而且還在這裏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你看他電動車啊 整整一下又說要 人工智能啊 他又自己出晶片啊 又說叫做什麼 量子電腦啊 搞很多東西出來 你不知道他一天突然飆上去的時候很嚴重的嘛 就是科技那些東西講不完的 突然間市場啊 對那邊的東西重視的話呢 哇 那麼那些人那些東西賺錢賺到完全離譜 一賺賺到完全離譜 國力就強了 雖然現在中共裡面呢 內部一塌糊塗 但是你說不買的嘛 就是這些這樣的新科技東西好像中了馬錶那樣 突然之間 突然一下刺激啊 那電動車 譬如電動車 如果它成功的話 當然它在第一第二世界就不會怎麼成功 但是它第三世界的量大了 你不要小看啊 就是那些人口厲害的嘛 一個中東 一個非洲 一個南美 那些地方那些人又不生的 生生一下那些人口就厲害了 那個人買一輛車 就算全世界三分一個人跟你買車都已經不得了 那輛車多便宜都不緊要 那個量就厲害了 而且那些這樣的便宜車呢 沒什麼人做的 最原本都是中國做的 那它當然它都會嘗試做貴價的市場 但是最重要的 便宜的市場大了嘛 現在個個都需要一輛車的嘛 是不是 你說限限地 譬如一萬元美金一輛車 電動車 那個個都買得起 買了就什麼 中電了 要去遠一點就再講了 那這個一萬元美金買得起嘛 但是你現在美國做出來限限地都要 三萬啦 四萬啦 美金 那變成你是另一個市場來的 那些買得起的人 就是買不起的人當然只有買便宜的 這個跟小米的手機一樣 它就是專門做便宜的 那直到有人挑戰它 現在大陸基本上它那些工業都是做便宜的東西 貴價的東西是你跟日本買 你跟韓國買 你或者是跟台灣買 但是我是做這麼便宜的了 那整個中東 那我講回中東的情況 突然之間搞我這樣的東西 這件事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 他們說計劃了兩年 那計劃是哪些幾個在後面計劃呢 搞什麼有心機啊 保密保得這麼好啊 真的發生那件事 美國政府總統的情報局也不知道 就以色列那個紀錄沒有撒得 那個全世界實際說它比總統的情報局更厲害的 都不知道 英國那邊也沒有消息 英國的叫做中情M.I.6 M.I.6 又是沒有這樣的 M.I.就是Military Information第六 就是軍機第六處 也是不知道 那這件事當然是很厲害很厲害 伊朗搞它真的不行 伊朗沒有這樣的紀律組織 所以這件事呢 十成十就是中共在中國長期劇場 為什麼要做一件這樣的事情做出來呢 好像有時候有點像暴動 但是又殺這麼多人 殺出來就專門養那些 養那些這樣的肉酸的東西 那些這樣的給人看 養開給人看 製造仇恨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要明白這件事 就是開始要了解這件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它有一點點在那裡撩膠打 就是要等撩給 殺你猶太人 殺你以色列人 給你以色列人 全世界以色列人去看 等你來仇恨 挑起你的仇恨 然後呢 逼著美國來幫他手一齊 回到以色列人 原本想著走了啦 美國離開了 以色列就孤軍作戰了 最近那幾個月呢 就以色列呢 跟沙特阿拉伯呢 就在那裡談着合作 就叫做阿伯拉罕的計劃 以色列呢 過去的特朗普時代呢 跟四個其他的阿拉伯國家呢 大家就和好啊 就是大家解決了以前的矛盾 但是跟沙特阿拉伯呢 又在這裡解決著啊 估計多一兩個星期就簽合同了 如果簽了合同呢 這個是很大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沙特阿拉伯呢 是全個中東最有錢的國家 石油它又出了最多 它那間呢 那間石油公司 例如Ramco 前兩年上了市那間呢 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 差不多可以說 比美國更大那間 阿赫森 阿赫森 Exxon 你看到ESSO Exxon Exxon 現在改了名字 以前叫做ISO 現在叫做Exxon 那這家一個呢 一個是經營大 但是它那裡在開發 就是說在石油那個 那個全工序那裡 在探油啊 鑽油啊 開發 煉油啊 那裡大 但是Exxon呢 又在煉油啊 跟著在銷售那裡大 就是在零售那裡 電油站那些大 但是全世界最大的就是沙特阿拉伯 如果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合作了呢 那其他中東的國家就會很妒忌了 因為他們兩個會紅霸整個中東 那變成伊朗 伊朗 他們兩個不同派的 一個是失業 一個就是順利派 那就是兩個不同派 如果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好了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 Karine 一個是不同的 那這個合作 還加上去 год上了 還有四個阿拉伯國家 也有四個 是同伊色列 好的 加加上去五個 以色列國家 與伊色列好 跟伊色列好 而且所有的科技 而且有頭腦 還有猜太人 有頭腦 变成了呢 那個就變成一個很強勢的集團 那時候特朗普就叫他做阿伯拉罕 因為猶太人和他們回教的人 那個祖宗都是阿伯拉罕 就是說大家合作了 大家就是後代阿伯拉罕後代大家合作了 以前的事情就不會計算了 這個事情如果大的話可以說沙特阿拉罕 基本上跟美國有關係 變成美國無形中經過沙特阿拉罕和以色列 和那四個國家就是卡塔爾 就是阿聯酋 還有誰記了記了 一共就連沙特阿拉罕五個國家 變成這個集團實際就是親美的 一下子就變得很厲害 因此哈馬斯這件事就要破壞這個合作 不讓它發生 要大破壞 破壞了之後不是只是破壞 破壞了之後希望養起整個中東的戰爭 對付以色列 因為你看回地圖 現在整個中東 今時今日整個中東 真是親美的 在以色列 其他那些是間接親美的 好像我剛才說的阿伯拉罕那個計劃 那些是間接親美的 直接親美的 跟美國可以說是同盟 同盟國的 只有以色列一個國家 其實好像埃及那些都是 就是不是這麼親的 大家沒什麼所謂 就是不會打仗 那這次呢 是有計劃的 中共呢 講到不用 講到別的 中共把伊朗來破壞 破壞以色列 以及沙地阿拉伯今次的一種和解 是 他們在那裏破壞 破壞了這個之後呢 乘機就破壞了他們和美國之間 美國是領導地位嘛 乘機破壞了和美國的關係 不是破壞了和美國 和美國的合作的那個這樣的前途 對不起 不是破壞了他的關係 他的關係現在還是非常之好 那現在還沒完的喔 現在去鎮壓 現在呢 以色列去鎮壓 是不是 全部趕走了裏面那些人 或者二百多萬人趕走一百萬人 然後呢 就炸到它為平地 趕走一班人 北邊那些人趕到南邊 炸了北邊 接著南邊那些 那些巴勒斯坦人 再叫回來北邊 接著去炸南邊那樣 就是總之要炸到你呢 整個加薩呢 就變成了體無原夫 你裏面那些哈馬斯那些呢 叫你和你清朝 清 和你清了個朝 雖然說後面有很多隧道 你不可以排除它用什麼毒氣的喔 不要以為那些下面那些隧道 一定很難進去 又說有機關那樣的 但是它真的如果用毒氣 現在美國還有一些叫做 那些機械人 派那些機械人下去下面 這個不是沒有可能的 美國現在打仗 知道你有機關那樣那樣 很多時候都是用那些機械人的 那這件事情呢 這個呢 以色列肯定應該就搞得定的 但是搞得定的同時之間呢 其他的國家 其他的反對以色列的 會不會反撲呢 現在就是大家要看了 因為我們 我曾經聽見有王毅講過幾次 要打開中東那個潘多拉盒 我從節目裡都說了 如果打開的話呢 就是說呢 整個中東要搞亂它 搞亂到呢 終於整個領導 就要推翻現在那套東西 現在那套東西呢 基本上美國還是有一定的 雖然美國退出阿富汗 但是還有美國一定的所謂 大家都尊重美國那套東西 譬如美金還是為主的 然後呢 那些人客呢 就不只是買美國買去歐洲 那些全部都是自由世界 那套東西還在走著的 但是呢 有人覺得呢 有人說中共呢 中共想退翻這套東西 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是很複雜的東西 然後呢 等你美國人的軍隊 美國派了兩艘航空母艦來 接著派了特種部隊來救人 因為原來捕捉那些 那些叫做 被他捕捉了去 被那幫哈馬斯捕捉了去那幫人裏面 還有幾十個是美國人 美國人制 那美國現在出特種部隊 軍隊出來了 是吧 你想想台灣它沒有 是被一些軍事顧問的 這裏出軍隊出幾多 不知道 飛機已經出來了 那些轟炸機 我看過有幾個基地 派了B-52來炸 就是基本上炸到你 炸到你 就是炸都沒有了 整個加薩 它沒有所謂的 炸了你之後 最多給你錢 但是一定要稱讚你哈馬斯 這次哈馬斯 這次哈馬斯 就是以色列和美國 都基本立了心場 要差不多叫做 斬草除今 這次真的要不讓你再存在 那美國已經進來了 接著其他有幾個國家 就在看著蠢蠢欲動 又在等著命令 在等著中共那邊 和伊朗 有幾個國家 就要搞定以色列的 伊朗 第一 加薩 那個伊朗 黎巴嫩 黎巴嫩 和敘利亞 敘利亞大家都知道了 那個國王 在亞運的時候 看過習近平 大家談了點數 這幾個國家 是否會有 這三個國家 還有伊拉克 還有這幾個國家 隨時會同時出動 來對付 對付以色列 所以美國住了兩艘 擺了兩艘空母艦 在地中海 在以色列的地中海 在以色列的海邊 擺了兩艘地中海 就是在這裏坐陣 希望在這裏幫你坐陣 希望那些人不敢動手 但是很難說 很難說 這個計劃 因為已經有兩年的計劃 實施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整班人 這班比較大的國家 在中東比較大的國家 大家看到了 巴基斯坦他們沒有錢 他們不要說 但是有錢的那些國家 有錢有武器可以打的 那就是伊朗 是吧 敘利亞 敘利亞就是聽普京指揮的 因為普京有個基地 在地中海 在敘利亞那裡 然後尼巴倫 尼巴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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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巴倫那些也是聽他們說的 又是一些猶太人 不是 就是信 就是聽 又是聽 聽伊朗那幫原教主說的 那他們圍著他 那他們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有兩個 一個就是哈馬斯 另外一個是珍珠黨 如果他們全部一起出動的話 就算你美國在那裡 就未必可以消滅以色列 但是美國就可能會鑽進去這場戰爭裡 一定要出兵 如果美國在這裏出兵 那中共就拍完手掌了 變成他一出兵 台灣那裡 他就要好考慮 這裏呢 因為美國人和猶太人那種差不多 就是在整個美國裏面 猶太人是最大的勢力 大家記住 很有錢 政治的 叫做捐獻 政治的議員 選議員也好 選總統 猶太人也好 很多很多次 那變成猶太人的關係 和美國的關係 遠遠超過台灣和美國的關係 那變成呢 如果美國人見到猶太人不行 真是幫 會出兵 那變成呢 對台灣那裡 就會減少了很多失力 好的武器也好 人也好 真有什麼事突發在台灣那裡 他幫不了手 那這個就是中共最希望見到的 也是普京最希望見到的 變成你呢 幫烏克蘭呢 就沒有這麼多資源來幫烏克蘭 那普京就開始可以 可以反共 現在呢 實際呢 所以這個中東呢 我們都沒有想到這樣 那這個中東呢 就是對中共在台灣那裡有幫助 對普京在烏克蘭那裡有幫助 現在這個就是世界 今時今日的形勢 所以現在你看著 也要是對伊色列 Sorry 你去佳沙教 這個只不過是avour開自 剛剛好開自 會可能搞出來 搞到整個中東 全部 雪濟 就是熱戰 熱戰到美國要去參, 因為每個人都來一齊來砌 伊色列 伊色列很小的 看著地道很小 因有不多 美國真的要迫著出手 沒辦法 這個沒得談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現在這個加薩這個戰爭 好像很初戀 但是它有它的優點 優點在美國那個大選那裡 美國明年大選 很重要 現在這個 這個大選才是更重要的 你所有打戰爭不夠美國 將來那個話事重要 這次一打的話 在美國本地內 大家要清楚 那些猶太人 原本就是猶太人八成九成都是民主黨的 但是這次就不支持民主黨了 因為這次怎麼搞出來這件事情呢 跟拜登支持伊朗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現在拜登就強行拿回那60億美元 他又要抑制他 而且又給他買油給中共 原本是有制裁的嘛 現在又給他買油給中共 變成了現在的猶太人就很憤怒拜登 和憤怒民主黨 美國的民主黨 這件事情對明年特朗普 選到總統 是很有幫助 那些猶太人 猶太人 記住 美國很大的影響力 他們一大部分人 不是全部 會轉去支持特朗普 支持保守派 支持共和黨 支持保守派 支持共和黨 就是他們會轉 現在這段時間 猶太人 八九成都是支持民主黨的 就是因為這場戰爭 加薩這場戰爭 他們開始會轉去共和黨和保守派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你民主黨 就是這樣隨時 就是你連以色列的敵人 以色列中東最大的敵人就是伊朗 因為伊朗一直都說要在地圖上 因為伊朗正在搞這盒武器 專門是用來炸以色列的 那變成那些猶太人 美國的猶太人 全世界的猶太人 哇 你拜登闖了這麼大的禍 我怎麼做支持你明年選舉呢? 我怎麼再支持民主黨明年選舉呢? 所以這次呢 看起來就挺嚴重的 當作為民主黨進去香港不太行 實際上對共和黨 對川普非常之非常有利 這個…我最近都… 正在美國那個選舉那裡 所以這件事情呢 現在壞事就變成好事 就變成了阿川普的守則 Peders有猶太人支持 一向猶太人都很支持他 但是猶太人在歷史上是支持民主黨的 你看到特朗普在任的時候 拿大使館 美國大使館 在耶路撒冷起這個東西 因為他的兒子 特朗普不是他的兒子 他的女婿是猶太人來的 當你的女兒嫁給猶太人 你的女兒一定要做猶太人 要入教的 所以特朗普最疼愛的那個女兒 比如Evangar 是猶太人的 你嫁給猶太人不是這個問題 你要入教 那就自動就變成猶太人了 所以變成特朗普在任的時候 已經是號稱猶太人了 這次發生了這件事 加薩事件之後 我覺得猶太人和特朗普的那種合作 會非常之非常之緊密 就是猶太人一定會支持特朗普 就算你多少古靈精怪的東西 點票啊 什麼古靈精怪的東西 猶太人如果一出手的話呢 特朗普就在做總統 這個大家要看實一下這件事 而且呢 共和黨有機會兩個院 就算了 猶太人錢厲害 猶太人真的有錢的 後面噗噗聲的 開了水口 變成有機會共和黨有機會三個都贏了 三個就是白宮 三議員 總議員 所以這次呢 我看就不是壞事 但是如果特朗普出到來的話 如果贏了三議員的話呢 美國會有個徹底改革 現在美國呢 亂了龍 主要亂就是左派 那個左派搞到美國亂了龍 就是原本拜登都不是左派 但是下面 後下 下面 跟了整班 民主黨下面 跟上了 做完一些笑話來的 大佬 我們是中國人來的 一聽就知道 知道不妥了 又說什麼可以變性啊 又說那個南方 墨西哥那個辯解 可以任他 任他出入啊 接著呢 你犯了罪呢 三藩市 有些地方犯了罪呢 搶東西 一千元以下就不拘捕 不高啊 就是這些這樣的事情呢 我們中國人一聽就知道很不妥 但是直接走進去那裡 所以呢 如果共和黨 如果特朗普可以翻轉 可以贏 然後贏了那個參議院 眾議院呢 美國就有得救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說的東西 現在暫時來說呢 美國和美國亂了龍 而且呢 還是分分鐘 不是那幫 因為那幫年輕人呢 個個都跟民主黨那邊 那些共和黨的年紀大 那變成那些年輕人越來越多的嘛 年紀大的人越來越少的嘛 所以但是現在這次呢 一搞了這件事呢 加薩事件之下 有機會 不是說有機會 就是有機會翻身 可以這麼說 不是說不是贏定 但是有機會翻身 那這件事呢 實際上是好事來的 真的好事來的 所以我用這個角度來分析 而且呢 整個美國叫醒了美國人呢 又叫醒了一些猶太人呢 整個美國會轉變的 猶太人的勢力很厲害 現在這次呢 這次不僅僅是叫醒猶太人 還叫醒了很多 所謂左派的 為什麼會這樣 會這樣殺人法的 而且那幫人上街 這幾天在街上示威 支持那幫哈馬斯 有沒有搞錯 現在美國這幾天在示威 所以變成叫醒那些人不是壞事 有時候壞事會變成好事 因為壞事可以叫醒很多人 很多人變成明年的選舉太重要了 現在全世界就是看它這個選舉 如果美國壞了 全世界大陸真的會 一直這樣越來越 影響力越來越大 那我們為什麼 我們這麼關注 我們香港人不希望中共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希望美國比它大 比它 比它 最後就砌掉它 砌掉大陸 砌掉中共 這個就是我們的希望 我們追求自由 追求光復香港 就是要求美國砌掉中共 這個就是我們的希望 不是說不愛國 我們是愛自由的國 不是愛村際的國 這個要講清楚